哇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曼谷的唐人街 网友都说曼谷的路边滩是非常的nice 那么能被CNN评回曼谷十大路边滩之首的路边滩 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这边好像挺大 那好像又不怎么大 饿了去吃饭吧 又来用红的棚子还遮上了 在这么老的房子下面用汽车吊着的 牛 连续六年米其林 18到23年哦 这个名字记住下面一串英文字幕 棚子下面的小摊位 几张桌 五张桌 里面的环境 非常商业馆的 越这样越有味 可以说汉语吗 汉语也可以啊 No.1 No.1 OK 这两个给大家数一数二的 公别是长这个样子和这个样子 类似嘛 我就点了一个蟹肉饭 在他家喝饮料居然没有冰 这就很华人 来了一杯现炸的橘子汁 这一只 哎呦 哇 橘子汁好浓啊 哇 真好喝啊 这里面带有橘子里面一半一半的橘子肉 根本停不下来 好谢谢 绿色的小米辣加的油 刚刚拿过来的番茄酱 仔细研究了一下 他那两种招牌蛋和蚝在一起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先炒蛋再炒蚝 再把蛋和蚝放在一起 另外一个呢就是炒的蛋 然后把蚝放进去 把蚝和蛋再炒一炒就是这样的 这个太好喝了 我一瓶肯定不够的 小份的蟹肉炒饭 呱呱呱呱里边有多少肉 还行啊 就那么回事吧 几岁 蟹肉蛋炒饭 还真挺不错的 第一口啊 没吃出来蟹肉的味道 就光他这个蛋炒饭 我觉得吃出来了一股中国的感觉 中国的味道 老板四十八九啊 是潮汕人啊 广东人啊 这个蟹拆的好像就比较粗糙了 蟹粉还在 吃到了蟹肉的鲜味和鸡蛋的香味 这么粗的蟹骨肉这蟹的多大 这算是今天的主角 下面是炒好的鸡蛋 上面是肥美的蚝肉 先试试原味啊 肥嫩鲜的生蚝 把这个生蚝 然后蘸点下面的 味道会更好吗 会 试试蘸点番茄酱 味道会更好吗 也会啊 酸酸甜甜的 以酸为主 试试下面炒的蛋怎么样啊 光看的感觉油有点大是不是 说不定就是这样了呢 嗯 香 准确来说不是用油炒出来的 而是用油炸出来的 很香不会觉得油腻 香酥香酥那种感觉 什么都不淡就很好吃了 对不得给了那么多番茄酱 好吃 非常香 吃了一口一口焖 这就是大厨 全程一句话没说 但感觉的可能就是华人 全程一言不发 焖头料理自己的食物 真的 吃饱多足 冰里的橘子汁 两苹果 这小份好小份的蟹蛋炒饭 全场消费250柱 特别好喝 OK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下午视频见 拜拜